Mitsubishi如果说你讲 它的这个性能子品牌代表 应该是Rally Art 那其实Rally Art 已经沉寂了多年 没想到最近 又有一些复活的消息 但是好像只有外观的look升级 是不是 刚刚两位专家介绍 四大日系性能的这个子品牌 哇 讲的这个是这个 这个情绪高张 为什么 因为那些车子的这个性能 真的是太棒了 我们来看一看Rally Art 其实就是叫做这个什么 Rally的艺术 是不是 所以Rally Art 以前在这个越野场地上面 算是风光一时来 我们看一下影片 你看到没有 他这一次把Rally Art的车子 Rally Art的这个改装套件 放在什么 放在SUV以及皮卡上面 但是他还是要强调 他的越野性能 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皮卡 跟SUV这种四轮传统车型 或者是米兹比奇本来就有很厉害的AYC 他本来就有很不错的越野性能 所以那这一次他所推出的这些 所谓的Rally Art改装套件 到底在改些什么 在哪一个市场上面销售 他在泰国销售 但我们知道泰国人封皮卡 而且泰国在皮卡的改装上面 是非常强的 甚至他们把皮卡车型改成零式加速车 你知道吗 多厉害啊 一件是柴油引擎的这个 这种皮卡车都可以加大涡轮 改成零式加速很厉害 好 我们还是回来看一下 这一次Rally Art 他其实是要挟着这个皮卡 以及SUV的改装套件的 等于算是有点重新回归到市场的 概念上面来 所以他在这个车型上推出了一些 所谓的Rally Art改装的 就像冠鱼说的 到底有没有用 来看人家改了什么 很明显看到车头的部分改了 一个下巴的红色的贴纸 前面的 车侧的一个贴纸 然后呢 Rally Art的脚踏垫 Rally Art的挡泥板 没有了 升级外观套件 所以这些东西跟性能 有什么相关呢 就是说如果 我跟你讲说 我们今天要推出新的Rally Art改装套件 否你的车子使用 惯仪 你觉得这车子装了之后 一定会飞天转天 因为什么 贴了彩贴 换了脚踏垫 装上了挡泥板 你的车子就可以变成这样 变成我们画面中这样子 这么强悍的越野性 最好是 这个有点广告不实的嫌疑 没有 这看技巧 就是驾驶者的技巧 所以我要表达意思是说 你看看其他车厂 譬如说Honda的无线 无线还有无线的厂车 做赛事 我们喜美的厂车 无线的厂车 很厉害 对不对 那你上了Nissimo 你看人家有在跑 GT的赛事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 纸品牌的范畴之下 不是Radia你拿以前的光环 放在这个地方 我就有用 是不是 你想想看 我们欧系的豪华品牌 双B好了 他光推他的M M-Line的这个M-Sport 这个纸品牌 AMG-Line这个算是 都算是纸品 AMG都是纸品牌 在市售车上的这个套件上面 花了多少心血 大家觉得说我买车 现在要选AMG-Line 我买车要选M-Sport 对不对 那Toyota呢 人家是在把这个GR重新包装打造一次 当然他这个TRD在 我们刚刚罗哥也讲TRD在皮卡上面 其实算是很大的一个 包含北美市场 包含泰国的东南亚的泰国市场 在TRD在皮卡上面都算是 非常好的一个改装 当现在整个丰田集团 他自己请全力打造的一个GR制品牌 他所有的性能车都会变成GR你看现在 而且他的速度非常的快 GR的性能车出来了 GR的这个甚至氢燃料的车也出来了 然后呢GR的子品牌之后 马上GR Parts就出来进来 GR的Yaris GR的Carola Quart 其实都受到市场上消费者 非常的这个青睐 所以表示人家操作是成功的 那我认为以Mitsubishi来说 他现在本身就已经没有新车了 对不对 总是要推出一些新的嘛 东南亚市场这个皮卡车 就是说现在皮卡这么热呢 当时也有传输说这个皮卡会不会 导入到台湾了 结果也没有 那好啦 你现在又要这个卖老脸 拿Radiya出来消费 就是贴贴纸换挡迷 加挡迷板跟换脚踏垫 是试图要说服大家说 我这个Radiya的精神 在整个车的市场上面 我要重新唤醒大家对我 米兹宾许的激情和热情嘛 我认为没什么机会 我们刚才聊完了Mitsubishi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苏巴鲁 在很多苏巴鲁的车迷心中的信仰 应该就是WRX 而WRX近期也推出了全新的S4的 STI Sport R 它到底有多厉害呢 刚刚聊到拉力 其实WRX在拉力的部分 它的实力也是相当好的 它有这十几年的 很多年的这个拉力的一个经验 也拿下了非常多世界级拉力赛的一个奖项 甚至呢 去年的时候呢 在美国还有一个甩尾车手 他们将一台呢 调教到862P的一台 WRX STI呢 做了一个甩尾秀 让所有的性能迷 真的是觉得大呼过瘾 那前阵子呢 书巴鲁就是在9月的时候 在美国发表了 最新一代使用SGP平台的WRX 那日本呢 是在上个月正式的发表 那美规跟日规呢 基本上是有点稍微不太一样的 但是其实基本上 他们的外观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 那大家呢 可以呢 从这个画面上面 可以看得到 它的外观上面 我个人觉得 当然呢 除了它最著名的招牌的 就是开孔的引擎盖 依旧存在之外 它身上的这个肌理线条 好像呢 有更加的美丽了一点 而且最特别的就是呢 它在这个侧边 一个不规则防刮材质的轮拱 反而让 我觉得是正反两面 很多的这个性能迷 很多的WRX的车友 讨论度非常非常的高 有人喜欢 有人觉得 它好像呢 拉力的味道 甚至一点呢 运动Crossover的味道呢 又好像是 更重了一点点的感觉 而且其实上面呢 它不只是 做了一个这个 黑色的轮拱防刮材质之外呢 它后面其实有孔洞 它这个孔洞呢 其实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散热啊 还有一些空气力学等等 让这台车子呢 其实呢 这个不只是它的 引擎之外呢 在其他的一些套件上面 也是有用到的 然后呢 再来呢 它的这个四出的尾管 依旧也是存在的 然后在动力方面呢 新世代的WRX S4呢 它就换上了一个2.4升的 DIT水平对卧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它会它会拥有275匹的马力 然后扭力呢 是38.2公斤米 那这一次呢 我们苏巴如呢 WRX推出了一个叫做S4 STI Sport R的车型 这个呢 STI Sport呢 其实大家呢 最简单的就是呢 像是这个AMG Line 还有呢 像是这个Volkswagen的R Line 等等的这样子的 它有一些运动化的一些 外观设计跟套件 所以呢 正STI 其实苏巴如在这边公布了 它是说明年呢 才会正式的做一个发表 对 目前呢 我们会先推出的是 这个STI Sport R的车型 那它其实呢 这个车型呢 它还有分一个版本哦 有一般 搭配一般的iSight版本 以及呢 搭配EX 就是最新世代的iSight版本 所以呢 当在里面所有的一些安全科技啊 还有呢 内装啊 等等啊 它都是采用的是 最新的一个科技 那台湾呢 目前呢 已经得知就是2022年的时候呢 我们会推出WRX的Sport Wagon 就旅行车型 其实说起来 它其实就是 LeVogue啦 但是呢 我觉得也是因应法规的关系 它这个 它现在这一颗2.4升的引擎 搭配上这样子的动力 在台湾的话 可能它就会必须要被 稍微阉割一点点了 它的动力可能就没有办法 做到这么大 但是呢 Sport Wagon的这个车型呢 看看是不是也可以吸引到 另外一些WRX的一些玩家 那因为现在目前也是 全球这个晶片在短缺啦 所以呢 原本120多万的车价 我估计呢 这次可能也要上探 加个好几万了